我们看一下这个游戏还是挺多的 上千款游戏 这个是机机的 私家的掌机 这个是超级任天堂游戏的修改版 这是超级任天堂的游戏 FC的游戏 GBA GBC GB 节肌 休闲节肌 运动节肌 赛策节肌 嗯哼 哈喽大家好 这是小亮电玩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期 这个SWG刷好安卓系统之后 在这个安卓系统里面 安装一个天马模拟器 我们这个天马模拟器的话 是大概有80多个机 整合了1000多款游戏 怎么安装这个整合包 我们现在开始我们的教程 首先这个机器是 必须刷好这个安卓系统的 关于怎么刷这个安卓系统 可以看我上期的视频 这个是已经刷好安卓 安卓15的 上期视频是教了怎么刷的 然后我们开始 第一步先下载好 这个天马模拟器的 安卓整合包 这个整合包 我们会放到这个 我们的那个资源分享里面 三年之后私信一下 就可以获取到这个 天马模拟器安卓整合包 这个整合包解压好之后 就是这样一个文件夹 我们看一下总容量 文件夹打开之后 有这样四个文件哈 两个文件夹 两个压缩包 然后我们把这个 好 然后我们通过这个USB线 把这个实位器 连接到电脑上面 好 我们看到这里 有一个正在通过 USB位置设备充电 我们点开它 然后选这个文件传输 插在电脑上之后 就可以找到一个 实位器的设备 我们打开这个 内置储存空间 然后打开天马记 整合包 把整合包里面的 所有的文件哈 全部复制到 实位器的 内置储存空间里面去 复制到内置储存空间的 好处就是能够复制 超过四个G的文件 好处 好两个亚硕文件和两个文件夹 已经复制好了 这个ROMS文件夹里面都是模式的 模拟器游戏 好拷配完成之后 我们取下这个USB线 好 然后我们打开这个文件这个APP 我们看到这个已经拷配好了 好 然后我们打开这个天马记 安卓模拟器合集哈 这个文件夹 好然后我们安装一下这个文件管理器哈 好用这个文件管理器来安装的话 要方便一点 这个MT管理器 好这里会提示这个ROOT权限 这边我们选这个允许 好 点确定 给它收益一下权 好我们看到这里有很多APP文件哈 好然后我们开始安装 然后装这个RA哈 从这个开始装 好装装完之后我们点一下启动 点一下允许哈 把这个权限给一下 好这个RA的话 要等它这个左下角这个进度 走到百分之百 才可以把它关闭掉 好可以了 好我们继续安装下一个 每一个安装了之后都启动一下 然后给一下权限 好这个是PSP的模拟器 好 好 这几个都安装完之后 我们把这个安卓这个复制一下 好我们把这个右边选到这个内部储存 然后把这个安卓点一下这个复制确定 复制并替换 好就是把这个安卓复制到这个安卓的那个内部储存里面 然后我们安装一下这个贴码剂直接压 这个64位的 好我们装一下 好装好之后我们点启动 好这里会要求给一下悬线 我们给一下悬线 允许 然后这个资源释放会比较久一点 就稍微耐心一点 等待他这个资源释放完成 好这个资源释放的过程当中 不要让这个黑屏嘛 就是不要让这个 不要让这个屏幕黑屏 好这个资源已经释放完毕了 我们点一下确定 好我们按一下这个A键 然后点这个设置 按B键 我们把这个全屏模式给它关闭了 不然的话有可能这个摩理器会打不开 然后这里可以选这个主题 好了这个贴码 贴码机的摩理器已经装好了 里面有上千款游戏也可以直接玩了 这个贴码机的话也可以适合其他安卓设备 比如说手机啊 平板啊 凡是安卓的都可以按照这个方法来安装 好如果说你自己的确不会的话 然后你又有一台斯维器 又想玩这个贴码模式器 又想用这个安卓的话 好我们有这个做好的128G的内存卡 就是把这个安卓系统做好了 然后插在插在那个机器里面就可以玩了 给大家演示一下 好我们把这个这一张内存卡取下来 好另外说一下 好另外说一下 这个要先确认你的斯维器 能够用这个安卓的话 可以把这个内存卡取下来 然后开机 好看一下如果说是这个画面 这两种可以用安卓系统的 树莓派固件 另外一个画面是可以的 如果说是小火键 右边的TX固件都是不行的 但是右边的TX固件是可以刷成开源固件的 可以这个TX的那个画面也不行的 插上卡之后这个安卓系统就可以用了哈 好但是这个手柄要配对一下哈 教大家怎么配对 把它取下来 好 然后点到设置这里 点到这个以连接的设备 好 这是我之前配对的 我先把它删掉 好 点一下 然后我们把这个手柄的 把这个手柄的按住这两个间哈 按住不放 我们看到这个指示灯开始上下闪烁 就进入这个配对模式 好 我们把它配对一下 好 两个手柄就配对好了 这个灯不闪了 就是配对好了 然后我们插上去也可以用了 使用这个内存卡的话 第一次插上去的话 第一次的话这个手柄是用不了的 必须再配对一次就可以用了 这个连电式也是可以用的哈 这个安卓系统 OK 这个安卓系统安装天马剂 模拟器的教程哈 就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如果说需要这个天马剂的整合包的话 可以在 可以三年之后 私信我哈 会自动发送这个下载地址的 如果说自己搞不定的话 也可以联系我 直接买我们做好的内存卡 我们后续还会做那个512G的内存卡 512G的内存卡里面 我们可以装很多那个PS2游戏哈 PS1游戏和PSP游戏 因为那些游戏都容量比较大嘛 好了 视频教程就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再见